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今天的解说员 Chris John 首先呢 今天我们会给大家介绍的一款 加紧板跳床加滑梯 我们使用的配色是最经典的 红加滑加蓝 也是小孩子的最爱 也是最有 距离小孩 他很势力开发的一款 跳床 那跟我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系列吧 这一款跳床 它是用作于7×4米的这个尺寸 然后我们先从那边开始吧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跳床一些细节的问题 比如说这一款 这一个支架的支架带 就是我们使用的是 加固的一个形式 就算大人在这里 这样 它那上面它也不会烂 就是一个架固的特别的一个设计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 这个细节的问题 像这个地丁 大部分的产品它的地丁 就只有这么宽 我们使用了一款加长的地丁 然后加了双层的加固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丁的拉子里 是非常足的 所以我们不用害怕 担心在户外使用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每一个跳床的中间 我们都会用一个这样的形式牌 告诉大家什么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做 好 接下来我们就到里面去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套床的中间 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这个孔的这个地方 一个圆形 是可以方便大人和小孩进出的 然后我们在静置的这个位置上 也有一个静置牌 然后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地址 对于加固 好 我们就搬里面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上来的这个位置 所有这一块的地方 都有奥特加固的一个层面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两 两条这个车线这里 是非常的平整和完整 然后在这个地方也重新加固了一下 刚我们走上来的时候 你看我又念 这个地方 它是不会很容易撕扯开 它这边有一个延长 延伸作用 缓冲的作用 这个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接下来这个孔门 在这个地方接插这一处 我们也做了几个延伸带 你可以看到这个延伸带 这个地方 一般的厂家 他们做的延伸带 就是直接的这一块材料 连接着这个跳床 而我们是全部的四周 都是使用双层的 我们用了另外的一片料 去连接上层跟下层 所以我们在跳跃 这样跳跃的时候 它起到一个缓冲作用 不会那么快 就使这个跳床 一下子就这样撕开来 这个设计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 里面的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设计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一个大的空间 是足够能下十到十二个小朋友的 就包括我一个 我现在一个一米七个子的人在这里 是一个小小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 空间感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虚位性的 一个是这个打盘 我们小孩子可以用它在这里 在这里打 可以增加一些虚位性 然后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南框 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南框和这个把 都是用夹括的材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 看到这一个边下 这边我们也是使用双层的拉盘设计 在这里加过 所以孩子们会这样爬呀玩呀 都没有关系的 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天窗这个设计 所有的这个天窗设计是使用双头拉链 两个头 从里面也可以拉 从外面可以拉 我们为什么要设计这一个天窗呢 主要是说 如果万一是在停电的情况下 看我们可以怎么样 如果停电的情况下 这个城堡的气慢慢的卸出去了 孩子们可以太速的从这个天窗 拉开这个拉链 然后出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滑梯的这一边 因为它是一个组合来的 所以在组合的 很多东西上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调整 首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摊爬的这一片 其实它也是用红色变 另外做了一层加固的设计 所有的彩 它的这个板子地方 都有另外一个材料去控制 所以它会更加的耐用使用 这一种胖梆茶呢 通常是用于家庭啊 或者是租赁给的商场或者什么用 包括我们 我现在是六十公斤左右 六十公斤 踩的这个上面完全没有问题了 我给大家示范一个 其实我踩的上面完全毫不愧性了 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抓爽和这一个彩套板 全部都是有三层公热的 好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像我们小孩子 当我们爬上来之后就是滑下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设计也是 使用了一个延伸的材料 我们重新加了一层尿在上面 所以当它在这边摇晃的时候 这个地方不会那么容易破裂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里是一层滑布 就是方便小孩子从这里爬上来 然后滑下去的一种材料 是一种专门的材料 我们用了非常好的那种材料 一般的 可能你们不知道 一般的我们的滑梯这个设计 最多滑布它只能做到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为了一些安全的组 我们就把它做高度的这个地方 并且所有我们滑布的这个设计 我们都是用的包裹的一种形式 以前的那种款式就是 只有单一层的料 所以它很薄 加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很容易刮僵手 但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 双层包的这种材料的时候 它很安全 而且很软 避免了这种困扰 那我们现在往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防护网 因为小孩子他就喜欢蹦蹦跳跳 他有时候可能从这里站起来啊 或者这样嘛 为了防止它从这里摔出去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安全网的设计 所有的安全网这个网是非常的坚固的 就是不会轻易这样被打着弹了 可以看到我身上 其实是很用力的去推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管的设计 等我们下去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水管的一个用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警示牌 所有的 这边或者是另外一边 它都有一个警示牌 会告诉小孩子什么能用 什么不能用 这也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滑下去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它的顺滑度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它非常的顺滑 因为有一个滑布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的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所有的滑布的包边都已经延伸到这个位置来了 一般的做跳床滑梯的都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加固了这个材料的使用 就放到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实用的 使用很耐用 现在然后我们小孩子滑到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使用一样的材料 但是我们使用了两层的PVC加过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滑梯到时候是有那个水珠滴下来的嘛 如果有水珠滴下来的话 那这里就有水 但是我们做了双重的保护呢 这个地方的水就不容易滲落进去 而且是完完全全利用另外一种工艺 所以就隔绝了这个堂糖跟水的融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啊 这个细节所有容易受伤或者是很危险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贴了一个警示牌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是告诉孩子们这个能不能用 第二个是告诉他们怎么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设计 其实大部分的蹦床它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细节 就是一般部分的他们这个圆角的这个设计 是直接这样粘在这个跳团上面的 但是我们做了另外一种工艺 就是说我们重新 然后再用另外一条包边给它重新包了一次 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使产品更加的实用更加的滥用 增加了它的实用性和滥用性 好那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们到这边的时候 这个是两面都有魔术贴的 其实这一个就是放一个水管的位置 就是你拿一个水管从这个地方一直延伸上去 到这里 然后到那个顶上 在顶上的那个部位 顶上就有一圈水管条 然后它上面有洞就可以流水下来 当小孩子从这里玩下来的时候 就非常的重 看我们再看这里 像这个包边的设计 加这个包边的设计 是真的很棒的 就是其他的一些工艺 就是完全都没有像我们做的这么细致了 这一个地方完全就保证了这个产品的使用性能是非常好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正方的右边 右边就是两个充气管 工厂的话我们这一款用一个风机就可以了 用一个风机在这里 这一端只要把它绑紧 然后这一端 只要用一个1500瓦的风机 就连接这个 然后这个城堡 可以在一分钟之内 然后就迅速的把这个吹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后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后面 下一个这个设计就是 当我们不再使用这个风船的时候 我们想把它收下来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做到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就是 比如说 我这个放弃的设计 四周都是魔术贴 那为什么这里也要露出一点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把这个管打开 我想给它放弃的时候 我只需要把这个对着 然后粘在这里 那它就很轻松 我就可以拉开我这个双头拉链 那可以看到 所有的我们的拉链都是进口 并且是双头 就是不管从外面还是从里面 都是非常顺滑容易拉 那这呢 并且我们这个放弃口这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材料 是防止这个风筒很快速的露出来了 这个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而且非常容易使用 下面有一个长钉 就是当你在户外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个绳子 把这个钉绑在地上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上面的长钉和下面的这个地钉 所有的产品 我们都四周都会有配这个产品 然后像这一块 这里当你如果是租赁使用的话 我们会帮你做一个这个文件夹的一个这个袋子 这你的设计的话 你就可以放一些你的Catcode 一些目录 的影片 放在这个地方 如果有人需要的话 你还可以打印一个奥尔玛 放在这个地方 但如果下次有人找你 你可以租给他或者联系你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然后 这一个地方呢 是我们给客户预留的位置 因为他想要做他自己的logo 但我们就会假设说 这一个 这一片材料上可以应有 做过自己的logo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一个logo片 粘在这个上面 这样就可以了 应用与不同的活动的时候 只需要把这个贴换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贴换整一个套装 这个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设计 那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城堡 谢谢